显然,时间很长的时间是轨迹简单,线索清晰 社会组织依次使原始群、师族、部落、部落联盟、部落国家、文化程度则依次试点、面、片、圈、国 最原始的文化是分散在世界各地自生自灭的 这就是文化点 如果这种文化能够存活并得到发展 它就会壮大,变成文化面 不同的文化面,由于自身的裂变和扩散 以及相互的影响和交融,就会连成文化片 不同的文化片,由于迁徙、联合、兼并甚至战争 则会形成文化圈 这个时候,离国家就不远了 而国家一旦诞生,人类就进入了文明时代 文明是先后发生的 在非洲北部尼罗河流域和亚洲西南两河流域 埃及和美索布达米亚一马当先 二美索布达米亚是希腊语 意思是右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之间 之后,在中国的黄河流域 南亚的印度河流域 南欧的爱琴海区域、华夏文明、印度河文明、哈巴拉文明和克里特文明、米诺斯文明也相继发生 时间都在距今两三千年前 这就是人类的五大古老文明 三 五大文明形态不同 风格各异 克里特、米诺斯的女神崇拜 在我们看来就匪夷所思 古埃及的金字塔 跟巴比伦的通天塔也两回事 唯一的相同是都要建国 包括后起之秀波斯、希腊、罗马也如此 比如波斯王国就产生于农业部落006和游牧部落的联盟 第一任国王居鲁士也原本是大酋长 奇怪 为什么部落一旦成熟强大 上帝就要敲回车键呢 阿歇尔大主教当然不管这事 但伦伯朗的一句话也许能给我们启示 伦伯朗是17世纪尼德兰、荷兰、大师级的画家 做他的学生每年要教100荷兰顿 相当于当时中国的12两文银 斯克氏 就在阿歇尔宣布其神学研究成果的十几年前 伦伯朗的画室出了绯闻 他的一个学生在单独画人体写生时 居然把自己拖得跟女模特一样 学生的辩解是 这样一来 我们就成了亚当和夏娃 伦伯朗则用手杖敲着墙说 既然如此 你们就得离开伊甸园 五 这一对宝贝只好穿起衣服走人 12两银子也打了水漂 从十足 部落到国家 莫非也是如此 或者说 世界各民族相继告别原始时代的伊甸园 是因为像伦伯朗的学生一样犯了错误吗 显然不是 没有后悔要 部落变成国家 并非因为飞闻 人类发明国家 更不是为了循环作乐 但这时却被认为与逐出乐园无异 不管那伊甸园是耶和华的还是伦伯朗的 反正进入国家时代 好日子就算过完 这是很多人的共识 比如希腊和罗马的两位诗人 古希腊的那位诗人叫赫西俄德 古罗马的叫奥维德 他们的共同观点是都认为自己生活在黑铁时代 六之前则是黄金时代 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 黄金时代最好 人类美好高贵 社会公正和平 白银时代马马虎虎 但不再天真无邪 青铜时代战火连天 但信仰和神性又在 黑铁时代就一塌糊涂 人类变得贪婪残忍 互不信任 互不相容 没有信仰 也不再有真理 谦逊和忠诚 当然 两位诗人略有不同 在希腊诗人那里 黑铁时代之前还有英雄时代 英雄时代比青铜时代好 人类与半神和英雄一起生活 可惜 英雄们被卷入 迪比斯战争和特洛伊战争 从此万劫不复 这可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类似的说法 我们民族也有 比如希腊 罗马的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 在儒家那里就叫大同 大同之时的特点 是天下为公 财产是公产 权力是公器 首领是选举出来的公务员 族民也都一心为公 因此业不庇护 路不时宜 各得其所 天下太平 希腊 罗马的青铜时代 儒家叫小康 小康知识的特点 是天下为家 财产私有 权力世袭 战争不可避免 道德礼仪和圣人 英竹 以应运而生 七至于黑铁时代 在儒家那里 是只能叫乱世的 大同 小康 乱世 就是儒家那里的历史三阶段 姚舜是大同 夏商周是小康 春秋战国是乱世 对应这历史三阶段的 是三种指导思想和政治哲学 大同讲地道 小康讲王道 乱世讲霸道 当然儒家是主张王道的 因为大同已不可能 乱世又不正常 因此 应该尊王道 行人证 奔小康 构建和谐社会 这种想法 其实也是一种中庸之道 但这只是一家之言 诸子则另有说法 比如庄子是指认西皇之事的 莫子也指认大禹之事 其实就连孔子 也推崇姚舜之事 只不过他老人家比较现实 认为能够回到东周就算不错 实际上是退而求其次 这样看 我们也是四阶段 比如女娲道福西 殿刻意叫黄金时代 炎黄道尧顺是白银时代 夏商周是青铜时代 春秋战国则无疑是黑铁时代 对于前三段 诸家有争议 对于后一条 除法家外 无分歧 如此说来 人类一旦建立国家 岂非就每下欲旷 等于踏上了不归之路 当然不是 也没有后悔要可吃 事实上 士族部落时代 并非庄子和希腊 罗马这些诗人哲学家们 说得那么美好 也不庇护 那是没东西可偷 炎黄与吃油的战争 则跟后世一样 杀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 更重要的是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国家 或没能建立自己的国家 它的历史就会一直停留在史前时代 比如某些印第安人 相反 只要建立过国家 哪怕后来失去 也会有自己的文明 比如犹太 国家 是文明于史前的分水岭 难怪孔子不但不否定小康 还要说 欲欲乎文哉 无从舟了 吧 问题是 为什么只有建立了国家 才算进入文明时代 国家对人究竟有什么意义 人 真的是 必须发明国家 并生活在其中的动物吗 如果是 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 感叹金不如稀 怀念士族和部落时代 国家的逻辑 究竟在哪里 分道扬镳 荀子说 在人 荀子是从儒家到法家的中转战 所以他跟法家一样 既肯定国家 又肯定君主 为什么要肯定 为了生存 荀子说 可怜兮兮的人 力气不如牛 速度不如马 生存能力 其实是很差的 然而 牛马 却为人所用 原因就在人能组成族群 因此 族群如果解体 人就牛马不如 九 这就一要有道德 二要有君主 三要有国家 做得到吗 做得到 荀子说 人与动物的区别 并不仅仅就在二族而无毛 石水火 有物质无生命 草木 有生命无感知 禽兽 有感知无道德 唯独人有气 有生 有知 一切有益 十一所以 他能够发明国家 这是最强大的人类族群 也能够发明君主 这是最合适的群体领导 十二至于道德 则是最理想的组织力量 有道德 人就是万物之灵 他也就有家有国 有安身立命之本 君主是核心 道德是力量 国家是归宿 国家与人 就这样焊在一起 这跟西方不太一样 西方人也要国家 却未必一定要君主 古希腊的城邦是没有君主的 罗马人 从他们赶走最后一任部落王 到产生第一位君主 奥古斯布乌大维 中间静革了近五百年 十三而且那皇帝还要自称第一公民 十七世纪的阿姆斯特丹 居然宁肯要三个玉金香求精 也不肯要一个国王 独立战争后的美利坚人 则不但不要国王 就连统一的国家都不想要 实在拖不下去 才勉勉强强强开了一个制宪会议 在磨磨蹭蹭地选出第一届联邦政府和总统 可见西方人对待君主的态度 是可以要也可以不要 有的要有的不要 有时要有时不要 不像我们 自从有国家就有君主 只不过秦汉以前风土建国 秦汉以后天下一统 但都是君主制 直到辛亥革命前 还有立宪派主张保留一个皇帝 哪怕形同虚设 只是橡皮图章 西方人也不认为 国家跟道德有什么关系 在他们那里 道德是归宗教和上帝管的 国家需要的施法 社会需要的施德 所以 他们的国家可以有多种模式 直接民主 寡头政治 政教合一 君主立宪 联邦邦联 称王称帝 不但一事来 而且并行不备 爱怎样就怎样 喜欢谁便是谁 显然 当世界各民族开始建立国家 他们就站在了文明的大门前 也站在了历史的岔路口 之后 大路朝天 各走半边 很难说谁有道理谁没有 实际上 西方人也经历了君主制时代 而且至今 还有名义上的王国 同样 荀子不厌其烦地解释 为什么要有国家和君主 则说明他在当时 其实已经成了问题 而且事情也并不像荀子 讲得那么简单 比方说 士族和部落也是群体 为什么非得变成国家 何况世界各国的诞生原因 存在方式和发展道路 也大不相同 有君主的 也有民主的 有独立的 也有附庸的 有奋出去的 也有合起来的 有打出来的 也有弹出来的 五花八门 千奇百怪 不易而足 道路的选择 不会无缘无故 没有谁会拿自己的命运 开玩笑 与其论是非 不如找原因 那就先看人家 小人之邦 如果孔子穿越到美国 一定会大摇起头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国家 这个国家并不以德制国 而是以法 最权威的机构和人 居然是法院和法官 尤其最高法院 竟有不容质疑的解释权 这倒也罢了 姚舜也有司法部长高涛骂 但律师是什么 陪审团又是什么 一个人有罪还是无罪 怎么能由这些 胸无点墨的庶人说了算 高姚大人 反倒要听他们的 议会和议员也不可思议 当然姚舜那会儿 也有部落酋长 和士族组长的联系会议 西州和东州 则有相吟酒礼 也就是定期或不定期的 邀请社会贤打共商国事 相当于政治协商 但姚舜和三代 都没有正党 更没有两党或多党 两党制是个什么玩意 君子不党 他们竟然还鼓励党争 而且为这党争 还要花掉那么多的钱 使可忍孰不可忍 也许只有联邦智能 让他略感欣慰 因为有点像东州 的确 美利坚和中国那些state 原本是应该翻译为邦的 五十个邦从一开始 就有着自己的宪法 法律和民选政府 各自为政 自负盈亏 颇有些像诸侯列国 他们共有的那个总统 岂非天下共主 可惜这总统 却一点尊荣都没有 国会可以弹劾 媒体可以批评 民众可以拿他开涮 他反倒要为什么 拉链门之类的迫使 反复道歉 哪向天子 文化艺术也不像话 电影院里 电视机上 还有酒吧和百老汇 要么怪力乱神 要么迷你之音 要么群魔乱舞 狠荒狠暴力 这不是正生之乱雅月吗 更不可思议的是 他们的民众 居然肆无忌惮地 批评和嘲讽总统 还可以上街游行示威 警察不但不管 反倒提供保护 这不是无军无腹 犯上作乱吗 那么 古代希腊又如何 更成问题 在爱秦海和地中海 环抱的那片贫瘠的土地 兴博其部地 林立着被称为 城邦的国家 这虽然也有点像 东周列国 却居然没有一个天子 也不分公侯博子男 城邦与城邦 是完全平等的 哪怕一个城邦 从另一个城邦分出去 一旦分家就平起平坐 各行其事 甚至反目为仇 城邦的政治事务 则交给石匠 铁匠 皮匠 商人 小贩 以及优手好闲的 公子哥去摆弄 他们不但有权说三到四 投票表决 不肯参政议政的反倒 还要罚款 比如雅典城邦的政府 是从十个区年满三十的 男性公民当中 各自抽签产生五十个人 在组成五百人的会议 任期一年 五百人会议的常设机构 是五十人团 由五百人会议成员 分组轮流坐庄 任期一个月 五十人团又抽签产生一名主席 主持工作 这样的主席 哪一点像国君 无君臣 亦无父子 古希腊神话中 天神乌拉诺斯 被自己的儿子 克罗诺斯打成残疾 失去王位 克罗诺斯 则又被自己的儿子 宙斯推翻 打入地狱 宙斯自己也被子女们觊觎 靠普罗米修斯帮忙 才得以幸免 这些故事都被希腊人口口相传 津津乐道 真可谓君不君 臣不臣 富不富 子不子 更可恶的是这些制度的设计 充斥着私心 私心和私利是联系在一起的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私利 也有每个人的私心 为了保证自己的私利不被侵犯 私心得到满足 希腊人的办法是决策机关 人数众多 任期短暂 轮换快速 任何人想以权谋私都不容易 美国人的办法 则是各种利益集团 选出自己的代表 然后到议会去讨价还价 以方畅罢我登场 这难道还不是小人 然而这些小人 包括被弹劾的总统 被嘲笑的政客 被送上法庭的犯罪嫌疑人 都只会认为自己的敌人不对 不会认为国家的制度不对 哪怕孔夫子苦口婆心 劝其仿效东周 他们也会温和坚定地说 对不起 No 此中奥秘 不可不查 公民与臣民 孔子眼中的小人 在西方叫做公民 公民 是古代希腊人发明的词 叫玻璃德斯 Police 意思是城邦的人 十四 这就像周代的国人 是指国都里的人 不过在古希腊 并不是所有在城邦里生活的都叫公民 奴隶就不是 外邦人也不是 而且 就算同为公民 权力也不一样 权力最完整的 仅限于公民中的成年男子 叫全权公民 他们才是城邦真正的主人 以及城邦政权的授权人 全权公民 加上妇女儿童 就叫自由公民 外来移民和被解放的奴隶 则叫被保护民 被保护民和妇女儿童 都没有参政 义政 执政的权力 显然 这是一种少数人才能享受的民主 限制人数是必然的 因为 但凡公民 就有权力和义务 这是公民最重要的特征 而且有权力 比进义务更重要 有权力 就什么都有 没权力 什么都谈不上 何况一旦享有权力 就既可以行使 也可以放弃 非常自由 这种资格和待遇 城邦 其肯轻易受人 成为希腊公民的首要条件 是人身自由 后来的罗马也一样 实际上 公民的公 不是公有 而是公共 希腊公民和罗马公民的财产 全都归个人所有 是完全彻底的私有制 而且为其私有 才能公共 因为自己有私产 就不必从属和依附于任何团体 组织 机构和个人 当然自由 公民 就是自由的人 臣民则大不一样 什么是臣 奴隶 包括战俘和罪人 战俘最早被杀 后来则男人为臣 女人为妾 他们脖子上拴着绳子 被主人像牲口一样 牵来牵去 个别有记忆的待遇略高 比如跳舞的武臣 也有极个别的成为 牢头欲罢小头目 帮奴隶主管理奴隶 比如管农业奴隶的戒臣 戒独如极 管虚目奴隶的牧臣 十五 甲骨文的臣 甲二八五一 这个字 学者普遍理解为战俘和奴仆 如正玄称臣位秋福 孔颖达称臣尘位征法 所获民奴者也 左传 西宫十八年 称男人为臣 女人为妾 郭墨若 叶宇森 杨树达 马旭伦等 君持此说 但解释不同 这些奴隶中的小头目 可能是战败族群的 族长或酋长 他们就是最早的臣了 君臣的臣 就从这里演变过来 说白了 其实是贵族和官员在君主面前以奴隶自居 就像清代的满族王公建了皇帝自称奴才 同样 民也不是好词 至少不是尊称 在古书中 民这个字 往往被解释为民 民 盲 盲 大约因为最早的民都是战俘和奴隶 有的还要被刺瞎眼睛 比如黎民 就是战败的九厘族 处民 就是被商人统治的老奴隶 完民 则是被周人打败又名玩不化的殷商贵族 既然战败 自然是民 人 才是胜利者和统治者 在上古 人和民也不平等 最高级的是大人 其次是小人 最低级的是万民 后来 奴隶变成平民 也还是被统治者 所谓乙民 草民 小民 贱民 雕民 辟民 包括顺民和良民 都明显带有轻蔑和歧视之意 总之 秦汉以前 人比民贵 秦汉以后 官比民高 孟子能说民为贵 实在相当了不起 金文的民 克顶 这个字 有学者解释为盲旗左目以为奴隶之总称 也有学者解释为盲之本 向种子冒地而出 隐身为反草木萌芽 机位之民 两说 君请参看 商城座 战国 楚伯书 数略 臣民 就是臣服的人 公民 自由平等 臣民 服从 衣服 所以 臣民的国家 必是君主制 公民 则喜欢民主 共和 国家模式和政治体制 其实都是人自己的创造和选择 国家与人的关系 也许就在这里 中华的惆怅 有什么样的人 就有什么样的国 实际上 任何一个国家的模式和样式 制度和尺度 都是由组成这个国家的国民 以及他们的文化和历史决定的 强大的国民 喜欢弱小的政府 自由的国民 欣赏松散的制度 愚昧的国民 盼望英明的领导 软弱的国民 依靠强权的统治 因此 恩格斯说 如果某个国家的政府是恶劣的 而且 尽管恶劣却仍将存在 那就可以用 该国国民相应的恶劣来解释 16 但 这里面有问题 众所周知 人类最早的国家 大多是君主制 少数是共和制 及个别是民主制 西学东见前的中国人 更一直认为 君主制天经地义 别无选择 反对派一个都没有 如此说来 难道世界上大多数人 都是不要自由 想做奴隶的 当然不会 这就必有原因 必有道理 什么原因 什么道理 天下必须有序 群龙不能无首 没错 中国原本就地域辽阔 人口众多 如果在滩上洪水泛滥 外敌入侵 就更需要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需要号召力和凝聚力 至少得有万众一新的象征 这个功能 在那时不可能由别人来承担 为此 人民只能做出牺牲和让步 对高举旗帜的君主 俯首称臣 这 大约是法家以外思想家们的想法 17 因此 除法家外 其他各家对君主制度和君主权利 都是有条件的维护 有保留的赞同 比如 如莫道三家都认为 君主可以有 但得是圣人 至少要合格 孟子甚至认为 君主如果不合格 就应该下台 又比如 三家都认为 君臣之间不能是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 孔子就说 君对臣要彬彬有礼 孟子更认为 君若目中无人 臣可视如叩仇 如果那君主太不像话 人民还可以发动革命杀了他 这能说是想做奴隶 不要自由吗 君主制 并不等于奴隶制 独立 自由 平等 毕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不会有哪个民族是例外 只不过 历史会有不同的常识和选择 可惜 如莫道三家主张的条件和保留 离民主或宪政 还有十万八千里 实行起来也有诸多问题 比如什么叫圣人 三家就说法不一 如家讲人民爱物 莫家讲明察秋毫 道家讲清静无为 请问以谁为准 还有 君主如果不合格 怎样请他下台 有办法吗 有法律吗 有制度吗 有程序吗 没有 那就只有一厢情愿 以及惆怅 中华民族的国家史和文明史 就是一部不断追求独立 自由 平等 又屡屡求之不得 得而复失的惆怅史 是的 正如希腊实行过直接民主 我们也实行过直接君主 罗马实现了依法治国 我们也探索了伊犁治国 我们甚至设计了种种方案 希望能够做到军权与民权并重 最起码 也不能生灵涂炭 民怨沸腾 然而曾几何时 这些都称为炮影 奋权变成了集权 集权变成了专制 专制变成了独裁 秦 汉 随 唐 宋 元 明 清 美夏 玉矿 改朝换代一次 其死回生一次 也腐败溃烂一次 最后 不得不拜西方列强为先生 其实先生们 又何尝一帆风顺 希腊城邦 孤帆圆影 罗马共和 日落西山 民主进城 一搏三折 自由之路 显向还生 宗教裁判所就不说了 十字军东征也不说了 但是世纪 世界大战就打了两次 文明的步伐 总难免一脚深一脚减 国家的意义 谁都不可能一夜看清 唯独需要国家 古今中外一样 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 臣民还是公民 那么 国家的秘密又在哪里 第二章 城市跟你说 清风从夜间输过 倒映在水面的堕墙颤动 并破碎 国家是最大的屋顶 京城是最后的城墙 国家的秘密就在城市 国家与城市 国家的秘密 北京之道 作为中华帝国的首都 明清两代的北京气势非凡 运河般宽阔的护城河旁 芦苇挺立 暗柳成形 树影婆娑 每当鸭子在河上滑行 或清风从夜间输过 倒映在水面的堕墙 就会开始颤动并破碎 抬头望去 城楼和城墙突兀高耸 在万里晴空的映尘下 显出黑色的轮廓 门楼那如意的飞檐 袖插云霄 凌空展翅 蔚为为壮观 行人昏昏欲睡地 骑在毛驴上进入城门 身后农夫尖挑的新鲜蔬菜 清脆欲滴 耳边响起的则是 不紧不慢的驼铃声 这就是瑞典学者奥斯沃尔德 喜人龙笔下的北京 准确地说 是1924年的北平 它是中国所有帝都的典型和代表 也许两三千年前的王城 也就是这个模样 一样巍峨的城楼 一样浑厚的城墙 一样古朴的城门 把威严的王宫 喧嚣的街市 和田径的乡村联系起来 只是没有骆驼 一 是的 下起 上汤 周五那会儿 应该不会有骆驼 但 一定有成 实际上 所有的古老文明 都从建成开始 所有的文明古国 也都有自己的城市 只不过有的声名显赫 如亚树 巴比伦 孟非斯 耶路撒冷 有的显为人知 如埃及的 聂加达和黑拉康 波利斯 印度的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巴 克里特的 诺萨斯和法埃斯特 没有城市 则不可能 古老民族的建国史 同时也就是他们的建成史 的确 一个族群人口再多 地域再广 如果没有城市 那也只是部落 或部落联盟 不是国家 一个村长 加一个会计 就号称总统和财长 是很可笑的 其实就连土财主 也有土为子 表现为汉字 就是或者的 或 或 就是国家的国 是最早的国字 也是地域的域 是最早的域字 国 御 祸 在甲骨文是同一个字 字形是左边一个为 右边一个歌 为 独如为 意思也是为 集圈子 围墙 势力范围 歌 则是家丁 打手 保镖 警卫 也就是说 一个士族或部落 一旦定居 有了自己的地盘 就会弄个栅栏或墙员 在挖条沟派兵看守 这就是祸 地盘是越变越大的 人口是越变越多的 规格也是越变越高的 于是 或旁加土 就成了域 或外加围 就成了国 有学者认为 这是化蛇天族 其实未必 国家毕竟不是土为子 岂能还是祸 金文的国 毛公错顶 甲骨文的祸 叶三下 四三四 金文的祸 西甲盘 很明显 国就是祸 那么 国家不同于部落的地方在哪里 城市 世界上的文明古国有两种 一种是一个城市加周边农村为一国 叫城市国家 简称城邦 另一种是中心城市 首都 加其他城市 及其农村为一国 叫领土国家 两河流域南部最早出现的 就是城市国家 埃及的第一王朝 则是以提尼斯为首都的领土国家 领土国家也好 城市国家也罢 都得有城市 也都要以城市为中心 所以 国 必须是 或自外面再加为 或 只表示有了地盘 为 才表示有了城市 事实上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 国就是城 城就是为 比如 国门就是城门 国中就是城中 如果是领土国家 国就是国都 比如 中国 本意就是天下之中 是全世界的中心城市 后来才范至京都所在的中原地区 至于今之所谓国家 古人叫邦 国家二字 也原本是邦家 后来因为碧汉高祖的会 才改邦为国 其实 国只是都城 邦才是全境 城国之内约国 四境之内约邦 联邦不能叫联国 邦连不能叫国连 邦交不能叫国交 中国不能叫中邦 是有道理的 国家的秘密 就在城市 知道了为什么要有城市 就知道了为什么要有国家 大屋顶 城市好吗 难讲 不要说 现在的城市病得不轻 古代的城市 也未必就是人间天堂 中国古代的官员 金官也好 县令也罢 都会在自己的家乡买田之地 随时准备告老还乡 必须一辈子待在城里 还只能待在城中城的 只有那可怜的皇帝 于是 作为补偿 皇帝修了圆明园 家府修了大官园 欧美的贵族和富豪 则在乡间修了或买了别墅 城市确实未必美好 当然 未必而已 那么 人类又为什么要发明它 为了安全 城市的确比农村安全 冷兵器时代就更是如此 那时 大多数国家的城市 都有城墙或城堡 雅典的城墙 就是公元前479年修建的 实际上 城邦这个词 polis就来自卫城 acropolis acro 石膏 可见 它们不但要有墙 还要高筑墙 当然 也要广积粮 唯一的例外 是斯巴达 为此 斯巴达付出的代价 是把60岁以下的成年男子 都训练成战士 随时准备冲锋陷阵 也随时准备以弓为首 他们 是用自己的血肉 筑起了无形的城墙 同样 在汉语中 城就是墙 城字的本意 就是都一四周 用作防守的墙远 如果有内外 则内城叫城 外城叫锅 如果有高低 则高的叫强 低的叫远 墙 远 城 锅 刻意都有 不可能都没有 没有城墙的城市 就像没有屋顶的房屋 不可思议 金文段城 散盘 城市 是古代人类的大屋顶 当然 这里说的古代人类 主要是指农业民族 实际上 几乎所有的古老文明 埃及 美索 布达米亚 华夏和印度 都是农业民族创造的 而他们最先建立的 也都是城市国家 苏美尔 阿卡德 赫提 肥尼基 都如此 这并不奇怪 对于农业民族来说 安居才能乐业 这就不但要有前哨 还要有退路 靠近田地的村庄 就是前哨 有着高强的城市 就是退路 兵荒马乱 可以进城避难 遭遇灾年 可以进城要犯 城市 让农民免除后顾之忧 因此 在战事贫荣的古代 最重要的是筑城 最持久的是围城 最艰难的是工程 最残忍的是图城 难怪游牧民族 没有城市 也没有国家了 他们用不着 海盗和桃花园中人 也一样 事实上 一个族群 如果从来就处于和平状态 既为遭遇侵略 也不侵略别人 他们就不需要城市 也不需要国家 比如菲律宾棉兰老岛上的塔萨代人 同样 如果他们永远处于攻击状态 每个人都是战士 也不会需要这两样东西 比如巴布亚 新几内亚的分土人 三 可惜 我们民族既不是塔萨代人 也不是分土人 我们不但很农业 还幅员辽阔 人口众多 历史悠久 所以我们不但要有城墙 还要有万里长城 不但要有国家 还需要中央集权 而且 这个中央集权国家的首都之一 北京 还得由工城 黄城 内城和外城 四道城墙围起来 国家是最大的屋顶 京城是最后的城墙 建立国家 图的首先是安全 但今天的北京 已经没有城墙了 世界各国的城市 也大多没有 国家的意义和秘密 还在城市那里吗 这个问题 请上海来回答 此时无墙胜有墙 上海原本也是有城墙的 上海的城墙 建于明家境32年 公元1553年 只不过是原的 原因 据说是经费不足 但这个最省钱的城墙 还是在1843年开布以后 在官身是伤的一致呼吁下 被拆掉了 理由 则是他妨碍了车马行旅 金融伤情 原来的墙纸上 便有了一条圆圆的马路 没有了墙的上海 真的变成了贪 四通八达 平坦开阔 一点神秘感 隐蔽感和安全感都没有 然而怎么样呢 涌进上海的人逐年递增 甚至猛增 巨增 爆满 近一点的 有苏州人 宁波人 远一点的 有广东人 香港人 再远一点 还有英国人 法国人 印度人 犹太人 阿拉伯人 有钱的 没钱的 城里的 乡下的 都往上海跑 鬼老与赤老并驾 阿三与鳖三齐驱 官人与商人争齐 妓女与淑女斗艳 开放的上海滩 华阳杂处 闲鱼俱存 贫富共生 犹如大唐帝国的长安 但上海并不是帝都 也没有城墙 这些人趋之若鹜 又是为了什么 为了自由 自由是城市的特质 的确 城市比农村安全 也比农村自由 如果是商业城市 就更自由 比如 16世纪尼德兰南方中心城市 安特威普城内 交易所门前悬挂的标牌 便是供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商人使用 四中世纪欧洲某些自治城市则规定 逃亡的农奴如果在城里住够了一年零一天 他便成为自由人 由此 还产生了一句民言 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 五 当年的上海就是这样 二战期间 上海甚至敞开大门 接纳了大量被纳粹追杀迫害的犹太人 没有城墙的上海 反倒是安全的 是的 此时无强声有强 其实 如果仅仅只有安全的需要 城市和国家都并非必须 士族和部落的土为子就已经很好 然而 哪怕它好的就像福建客家人的土楼 似是同堂 固若金汤 土为子的封闭性也终归大于开放性 六因此 在那里不会有使人自由的空气 弄不好还会相反 必须有一种新型的聚落 既能保证安全 又能让人享受到充分的自由 这种新型的聚落就是城市 新聚落 城市与老聚落 土楼的最大区别 在于里面住的不再是族民 而是市民 市民的关系一定是超血缘的 他们之间的交往 交流和交易 也一定会超出地域的范围 打破族群的界限 甚至杂居和混血 这就必定产生出两个新的东西 一是超越了家族 士族 包族 部族的公共关系 二是与此相关的公共事物 处理这样的事物和关系 士族部落时代的办法和规范 一步管用 管用的 是拥有公共权力的公共机关 以及如何行使权力的公共规则 这个公共规则就叫法律 这个公共权力就叫公权 这个公共机关就叫国家 而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人 照理说就该叫公职人员或公务员 甚至公普 以城市为标志 国家诞生 也就在这一天或变成了国 变成了国的或不再是士族和部落 它的人民也不再是族民 而是国民 国民就是依靠公共权力 来处理公共关系和公共事物的人民 国家则是利用公共权力 来保证国民安全与自由的公共机关 因此对于国家和国民 头等大事都是如何看待公共权力 交给谁 谁来交 怎么用 不同的国家模式和体制由此产生 民主的模样 爱秦海早晨的阳光从来就很迷人 雅典的居民也大多起得很早 作为城邦的当家人 伯里克利早早吃完简单的早餐 就吻别女友办公去了 他的女友是外籍居民 因此只能同居 不能结婚 这是很让伯里克利头疼 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生下的儿子 小伯里克利 将不能成为雅典公民 当然 外籍居民的待遇并不差 同工同筹 来去自由 他们所做的贡献 也能得到城邦的承认和尊重 比如医学之父西伯克拉底 史学之父西罗多德 便都是外籍居民 但除非特许 外籍居民不能拥有政治权利 对城邦的公共事务 也没有发言权 哪怕他是伯里克利的儿子 更糟糕的是 这条关于公民资格的法律 恰恰是伯里克利执政期间 由他本人提出的 只不过 那时还没有这位 让他神魂颠倒的同居女友 这真是不折不扣的做法自闭 但伯里克利只能咽下苦果 尽管他是雅典城邦最有权势的人 事实上 伯里克利不仅为高权重 而且被城邦的贡献无与伦比 正是在他的治下 雅典走向辉煌 达到鼎盛 以至于这个时期被称为 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 这个时期的雅典 也被伯里克利本人 骄傲地称为希腊人的学堂 伯里克利是可以相当于 大禹或周公的 然而伯里克利的待遇 却比大禹和周公差得远 作为公民 他没有任何特权和享受 只能跟其他人一起住 在普通居民区里 房子是土坯垒成的墙 泼式屋顶上盖着赤桃的瓦片 作为民选的将军 他也只能听命于公民大会 他甚至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 出席公民大会受审 并判处巨额罚金和解除职务 这是发生在公元前430年 也就是伯里克利发表 《阵亡将士葬礼演说》的第二年 正是在这个著名的演讲中 伯里克利热情洋溢的 欧歌的雅典的民主制度 认为只有这样的制度 才是最合理的 也只有这样的制度 才能保证希腊城邦的繁荣昌盛 希腊人民的幸福安康 他的演说是那样的真诚和实在 完全没有想到 很快就会被自己赞颂的制度 一耳光打得满地爪牙 命运相似的还有丘吉尔 领导了反法西斯斗争的英国首相 温斯顿丘吉尔也是在胜利之后 被他的人民利用民主制度泄默杀驴的 1945年7月 保守党在英国大选中落败 正在参加波斯坦会议的丘吉尔 只能黯然神伤地走下舞台 据说挨了当头一棒的丘吉尔文讯以后 曾发表了这样一句名言 伟大的民族对自己的伟大人物 总是忘恩负义的 丘吉尔此刻的心情 怕是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实际上 这正是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 评论伯里克利的话 而且我们还必须补充一句 这样的民族一定是崇尚民主的 事实上 只有民主国家的公民 才会如此忘恩负义 更重要的是 也只有这样国家的公民 才能够这样做 因为民主的要义 就是主权在民 政权民受 是的 国家的公共权力 不是哪个人的 也不是谁家里的 而是全体人民的 是全体人民当中的每个人 都把自己的私权力 部分的让渡出来 这才共同组成和变成了公权力 使用公权力的执政者 只是让渡私权力 知全体人民的代理人 故 他必须由人民选举得到授权 必须对人民负责 受到监督 还必须有一定的任期 通过选举来换戒 终身制 必亦非民主 所以 民主国家的国民 一定忘恩负义 他们固然看重 你以前都做了什么 做得如何 却更关心你将来怎样 想干什么 修吉尔被取代 原因就在这里 同样 民主国家的国民 也难免上当受骗 伯利克利的下台 还有许多不怎么样的总统 和总理的上台 便是如此 但 民主国家领导人的任期 都有限制 因此 如果看走眼 选错人 有后悔药可买 可见 民主是可以纠正 自己错误的制度 也因此 他是目前最不坏的制度 这就是民主 他就是这个样子 不管你喜不喜欢 君主的来历 与伯利克利的可怜兮兮相反 埃及的法老俨然是神 古埃及人对法老的尊崇 今天看来近乎病态 当时 官员和贵族最大的荣幸 是能够匍匐在他面前 亲吻他的脚印 最值得夸耀的 则是终身不曾挨过他的鞭挞 他的名字不能叫出声来 因为据说里面有无法抗拒的魔力 他的王贤中有一只鹰 那是太阳神的图画文字符号 就像中国太阳里的三族神鸟 这是埃及第一王朝四位法老的王贤 其中第一位纳尔迈 也叫美尼斯 是兼并了上下埃及的人 古埃及最早的法老 这四位法老的王贤中都有鹰 鹰神和鲁斯 原本是地方保护神 后来成为上下埃及共同的神 法老 就是国家保护神在人间的化身和代表 是太阳神的儿子 死后则成为诸神中的一个 就连入主埃及的西克索斯人也这么说 这样的权威 当然无庸置疑 只是到了帝国的后期 挑战中央的地方 统治者 才自称月亮神托特的儿子 没错 军主治的要义就是主权在军 军权神兽 神的儿子当然要住进神殿 实际上 法老 Pharaoh 等有宫殿之一 称国王为法老 正如称皇帝为陛下 称王子为殿下 他们甚至死后都要住进宫里 只不过那宫殿叫碧里木斯 也就是金字塔 神有神庙 王有王宫 朝廷当然也就叫庙堂 但君主并不是神 也不该是神 最早的君主 原本是部落的酋长 他们起先叫尹 尹 就是手上拿了根东西 甲骨文的字形 根付十分相像 甲骨文的尹 甲骨文边甲1712 甲骨文的负 许甲骨文边1971 负也是手上拿了根东西 只不过尹手上拿的是账 负手上拿的是负 但有人说负拿的也是账 还有人说负拿的其实是贯 因此是既往开来的领路人 也就是带头大哥 或主心骨 埃及法老权账 其实负或尹 手上拿的是贯 是负是账都无所谓 因为不管他拿什么 都意味着有指挥权 所以 锯也好 负也好 账也好 都是指挥棒 后来变成指挥刀 再后来变成权杖 与此同时 尹也就变成了君主的君 金吻的君 天君鼎 君从尹从口 也就是部落王祸大酋长 在法号施令 听命令的则是族群 群原本是不能用来说人的 人多了叫重 手多了才叫群 其不过这是春秋以前的观念 到战国 君已经成为人群的领导者 但群是杨自上面一个君 说明君原本是牧羊人 比如江或枪 尧顺联盟中的部落酋长 叫做牧 十二牧 不是没有原因的 显然 君最早是劳动者 这就是士族的族长 后来是领导者 这就是部落的酋长 最后才是国家的统治者 这就是国君 侍侯 王 皇帝 作为劳动者和领导者的君 原本是一些具有个人魅力的人 他们是在族群披荆斩棘 毕露蓝履 刀羹火中 杀出重围时脱颖而出的 策划则神机妙算 围猎则奋勇当先 迎敌则指挥若定 农耕则美美丰收 这样的人 当然不难获得族民由衷的尊敬和拥戴 成为当之无愧的领袖 他们甚至可能因为特殊的贡献 而在死后被尊为神 比如大羽 于是 君就变成了主 甲骨文对主 甲一五灵 许慎 说文解字 解释为灯中火主 也就是灯心 主原本是灯心 八后来 却变成了主人和主宰 甚至就是主 这是跟民主制完全不同的道路 殊途同归 道路的选择有如航海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海途 东方各国选择的都是君主制 而且也都是先从部落或部落联盟变成部落国家 然后从城市国家变成领土国家 最后从各自为政走向中央集权变成王朝和帝国 最早建立了集权制的是埃及 这就是纳尔迈也叫美尼斯的第一王朝 久然后是两河流域 这就是塞尔共的阿卡德王国和汉摩拉比的古巴比伦王国 印度的孔雀王朝和中国的大秦帝国则要晚得多 见俘虏表二 而且印度的国王也不是神或神的儿子 他们属于沙地利 等级比婆罗门 祭司 还低 到阿裕王时代 也就是中国的战国末年 国王才自称诸神的宠爱者 是 中国的道路有所不同 中国的君主不是神 而是圣 他们是天的儿子 叫天子 天子是人中之龙 只在天的面前称臣 当然 也没有什么祭司或教皇之类的人物 可以凌驾于他们之上 所以 中华帝国是最稳定和最完善的帝国 稳定到不可能被蛮族征服 也不可能在自己内部发生制度性的革命 海图确实是多样的 希腊和罗马是另一条路 他们的政治体制 其实有许多种 包括贵族政治和寡头政治 简单地说 雅典选择的是民主 罗马选择的是共和 雅典民主存在了200多年 然后被马其顿王国征服 罗马的共和则存在了近500年 然后是君主制 到西罗马帝国灭亡 差不多也是500年 十一 航线也是多样的 但构成海图的要素 世界各民族却是相同的 最重要的是公共关系 公共事务 公共权力 公共机关和公共规则 规则 有公民的约法 君主的王法 以及中国的礼法 礼法 王法 约法 原则上都应该是成文法 公权力的行使 也要依靠法令和文书 因此 各文明古国都有自己的文字 比如古埃及的图画文字 苏美尔的歇形文字 克里特的线形文字 印度河的印章文字 中国的甲骨文字 这是文明的戒备 那么选择航线的灯塔是什么 安全与自由 安全与自由 就像公平与效率 是一对矛盾 侧重点不同 选择就会两样 更看重自由的 选择民主制 更看重安全的 选择君主制 因为民主的政府必定弱势 非如此不能保证 国民的权力不受侵犯 国民的自由不被干涉 但这样的政府 要想集中力量办大事 在古代便难免力不从心 这是大多数古老民族 最终都要选择 中央集权的原因之一 是啊 要么有自然灾害需要抗拒 要么有外来强敌需要抵御 政府非得强势不可 十二 问题是 安全可以用技术来解决 自由却只能靠制度来保证 因此 世界各民族又会殊途同归 最终都将走向民主 只不过在此之前 大家都得走过漫长的道路 包括西方 也包括中国 然而 没有什么航程会是弯路 没有什么探索毫无意义 所有民族的永绑值钱和坎坷曲折 都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也都是可以互相借鉴的 为此 我们恐怕得去走走人家的航路 并顺便访问几个港口 比如雅典 比如费城 第三章 从雅典到费城 民主的雅典渺小而孤独 费城则是他的转世灵统 那灵魂便是独立 自由 平等 民主是个意外 战国前夕 现在叫做山西的地方 发生了一起谋杀案 世袭的晋国大夫赵桓子去世后 其子立即被租人集体谋杀 理由是赵桓子的继位 原本就不符合前任赵桑子的遗愿 因此 他儿子不但不能席绝 还必须被杀掉 也就在同一年 雅典街头有个麦香肠的 却被窜夺着去当政治家 因为他被认为具有一切民主派人士的共同特点 出身卑贱 会做买卖 厚颜无耻 蛮不讲理 全家老小都是无赖 一位将军对他说 你为什么人能当人民领袖 不是要有学问 也不是要有道德 而是既卑鄙又无知 哈哈 太好玩了 当然 雅典发生的事情 不是史实 而是剧情 是古希腊戏剧家阿里斯托芬 讽刺喜剧 歧视中的情节 这出戏就是在晋国那个倒霉鬼 被杀的公元前424年公开上演的 还得了头奖 因此它又是历史 或可以看作历史 它至少说明 在当时的雅典 很有一些人对民主政治不以为然 这就意味深长 众所周知 雅典城邦的民主 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例 它在后世 是被当作成功的典范 而备受推崇的 谁能想到 当时竟会遭到如此嘲讽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 喜剧原本也是最具民主性的艺术样式 喜剧 尤其是讽刺喜剧 只有在民主的氛围中 才会有立足之地 也只有在民主国家 喜剧家才能真正享受到 最充分的言论自由 不用惧怕因为刺痛了某些权势人物 而受到政治迫害 可是 这种最民主的艺术 却被用来嘲讽民主 这真是让人情何以堪 然而 只要转念一想 我们就会发现 这恰恰是民主制度的优越所在 想想看吧 反对民主的人 可以大声说出自己的反对 还能获得满堂喝彩 请问 还有什么制度 比这更不坏呢 但这个最不坏的制度 在当时却是异类 甚至异外 看看左邻右舍就知道 事实上 雅典世行和实行民主的那两个半世纪 世界格局绝非民主浪潮风起云涌 而是君主制度遍地开花 埃及 早在雅典民主改革2500年前 就建立了第一王朝 此刻正一会儿变成波斯人的王朝 一会儿变成埃及人的王朝 西亚则从雅典实行民主制度的1700年前起 便走马灯似的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王国 阿卡德 巴比伦 赫提 以色列 犹太 然后是亚述帝国和波斯帝国 跟雅典同时代的印度和中国 则都在走向中央集权 中国从春秋战国走向大清帝国 印度从列国时代走向孔雀王朝 有人搞民主吗 没有 就连希腊本土也是三种政体并行不备 雅典 民主政治 科林斯 寡头政治 斯巴达 贵族政治 一再文明的起点上 希腊人也分道扬镳 民主的雅典 渺小而孤独 二 因此 当阿里斯托芬使用他的民主权力 尽情嘲讽民主制度时 他当然不会想到 在雅典2550平方公里土地上 进行的政治事件 连同他的成功与失败 经验和教训 都将成为种子 成为全眼 千百年后 这种子会长成参天大树 这全眼会变成滔滔江河 变成顺之者 昌逆之者 亡的世界潮流 事实雄变地证明了 一种制度 一种精神 和一种文明 只要符合人类的 共同人性和共同价值 就总有一天会产生出来 哪怕当时只是意外 问题仅仅在于 意外是怎么发生的 特例又为什么会变成通例 这得先让希腊人来回答 山那边是海 柏拉图说 希腊人是围着池塘的蚂蚁和青蛙 这个池塘叫爱琴海 爱琴海是希腊人的母亲 它就像从海水的泡沫里 创造阿弗洛迪推维纳斯 一样 把希腊人创造了出来 在欧洲 没有哪个地区会像希腊那样 拥有如此漫长而曲折的海岸线 以及如此众多的岛屿 站在希腊任何一个山顶 你看到的都将是蓝天白云下 那浩瀚的大海 一望无际 这是一个海阔天空 无拘无束的自由世界 如此开放的视野 是让人心胸开阔的 何况还有冬天和暖的阳光 夏天凉爽的信封 这至少保证了 他们在露天广场召开公民会议 将不成问题 只有一样东西审美给他们 肥沃的土壤 希腊的山坡是荒凉的 土壤是贫瘠的 许多地方寸草不生 适合生长的 主要是葡萄藤和橄榄树 适合生产的 则是葡萄酒和橄榄油 还有盛放他们的陶罐 这些产品很容易就能变成商品 贩运到埃及 波斯 马其顿等地 换取自己需要的粮食 木材和日用品 于是希腊人说 好吧 我们航海去 航海是自由的旅行 在花香机和降落伞发明之前 航海无疑最能让人体会到 什么是自由 也最能让人明白 什么是责任和理性 在航海中 任何头脑发热的轻举妄动 和不负责任的胡作非为 都可能导致葬身于父的灭顶之灾 希腊文明中 一直有着自由和理性的精神 请不要忘记航海的作用 还有殖民和经商 殖民和经商 也是希腊人的拿手好戏 据统计 公元前八世纪到前六世纪 参加殖民的城邦有四十多个 派生出来的城邦 则有一百三十多个 跟爱秦海的岛屿一样繁多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 小国寡民 比如厄齐纳城邦 就只有一百平方公里 但这些小不点 却不畏强权 公元前四百九十二年 波斯国王大流士 要求希腊各邦臣服 外交辞令教贡献水和土 结果 帝国的使者在雅典 被扔进了深渊 在斯巴达被扔进了水井 希腊人说 要水土 自己去去 接下来 便是希腊人在马拉松 和萨拉米已落圣墙 两次大败武装到雅齿的 波斯军队 可爱的蓝精灵 终于斗败了格格乌 这就再次证明 自由的精神 一旦被自由的人民所掌握 将会转化成怎样的力量 真正自由的 也一定是真正独立的 希腊城邦制度 和殖民事业的一个重要特征 就是独立 不管这些大小城邦之间 是什么关系 是兄弟 还是朋友 或者母子 也不管他们选择什么样的政治体制 是民主政治 还是寡头政治 或者贵族政治 都各自为政 自行其事 没有人能够凌驾于这些城邦之上 哪怕只是名义上的天下公主 希腊是没有周天子的 实际上 希腊人如此热衷于殖民 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想独立 也就是说 一个部落或城邦的大家族 如果人口过盛 那些地位相对较低 又不甘心 被边缘化和底层化的调皮导弹分子 就会选择远走他乡 自立门户 他们的态度也很明朗 如果殖民成功 那就分庭抗礼 如果失败 则宁肯到蛮帮 埃及和波斯 去当雇佣兵或打工仔 也不会回来做那凤威 独立自由 比荣华富贵更重要 这就是海的儿子希腊人 航海让他们体会到自由 殖民让他们懂得了独立 那么 经商的意义又是什么 学会平等 一刀两断 平等是商业活动的基本前提 三 人类为什么要有商业 因为需要交换 为什么能有商业 因为可以商量 因此 真正的商品经济 一定是公买公卖 平等互利的 也一定是成交自由 可以讲价的 这就必须独立 独立才平等 平等才自由 谁必须独立 从哪里独立 每个个人都从 士族血缘组织中独立出来 为什么要独立出来 士族内部不平等吗 平等 但这种平等是靠不住的 因为每个成员都不能脱离组织而单独存在 绝大多数原始民族 或者有图腾 或者要纹身 就是为了保证自己安全的生活在族的羽翼之下 这其实是一种人身衣服关系 因此 当士族从部落变成国家 族民们就会从对组织的衣服 变成对个人的衣服 起先是衣服于酋长 然后是衣服于国君 君主制就这样产生 显然 必须跟所有的 衣服对象都一刀两断 而且首当其冲的就是士族组织 这是需要刀子的 刀子就是契机 没有契机的其他古老民族 都走向了君主制 只有希腊人 还有后来的罗马人是个例外 跟中国农民的进程感激不同 希腊人的商业贸易 是专业化和远距离的 也是跨师族 跨地狱 甚至跨国界的 他们很可能会跑到北非 跑到西西里 跑到小亚西亚 面对素不相识的一族讨价还价 这就提出了三个要求 一 产权名息 二 独立自主 三 使用货币 也就是说 他们必须是独立的民事责任人 有权自作主张买卖商品 处分财产 敲定价格 事实上 在没有电报 电话和一门的时代 要求飘洋过海的商人 每笔买卖都向士族部落请示汇报 简直搞笑 何况 他们还很可能在一帮娶妻生子 安家落户再不回来 那好 我们分家 分家也不是包产到户 户是没有的 分到财产的十个人 这是历史上最彻底的私有制 财产归每个个人所有 而且神圣不可侵犯 希腊人经济独立了 经济独立的结果是人格的独立 人格独立的结果则是意志的自由 事实上 一个人只要不必依靠别人的施舍和恩赐过日子 他就不必看别人的眼色 听别人的摆布 同样 如果他能自由地处分自己的财产 他也就能够自由地处分自己的一切 包括处分自己的身体 处分自己的思想 处分自己的言论 处分自己的政治立场和社会态度 比方说 爱上谁就跟谁做爱 支持谁就投谁一票 喜欢谁就做谁的粉丝 反对谁就骂他个狗血喷头 相反 如果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所有人都没有彻底的产权 没有完全属于自己的财产 必定率土之兵 莫非王臣 谁都不独立 谁都不自由 包括天子 也得向皇天上帝俯首称臣 独立人格 自由意志 真是何其重要乃尔 希腊文明的内核和精髓 也就在这里了 难怪马克思要把希腊的这段历史 称之为人类童年时代发展的最完美的地方 也难怪恩格斯在说到希腊人的革命时 使用了炸毁两个字 四是的 由于航海 殖民和经商这三个炸药包 氏族血缘组织被炸得粉碎 人身依附关系被炸得粉碎 史前文明的所有优点和缺点也被炸得粉碎 希腊人 直接从族民变成了公民 再见了爹妈 咱们从此平起平坐 咱们从此各自保重 走向平等 人格独立和意志自由的希腊人 获得了解放也遇到了难题 难题就是如何处理人际关系 这在士族社会是不成问题的 血缘 最天然 最真实 最温情也最和谐 负辞则孝 胸有地功 夫畅负随 不就是中国人一贯追求 也曾经行之有效的主张吗 然而 此刻的希腊人 却成了宙斯式的弑军英雄 俄迪普斯式的杀父罪人 早已军不军 臣不臣 妇不妇 子不子 他们 又靠什么来组成社会 解为群体 不至于因各行其事而天下大乱 契约 用契约管理社会 在希腊人那里 丝毫都不奇怪 作为商业民族 他们早就意识到 处理事物和关系 务比人好 这个务 就是货币和契约 货币 干净利索 契约 人我两遍 只要大家都信守合同 照价付款 就相安无事 而且 由于它对签约各方具有同样的约束力 因此是公正的 也是公平的 人类历史上第一种平等产生了 契约面前人人平等 这样一种好东西 当然可以放之四海 比方说 用来制定研究问题 讨论问题的方法和规则 这些方法和规则 比如逻辑 是人与自然的约法 也是人与人的约法 其中 不正自明的叫公理 推导的过程叫推理 推导出来的叫定理 最后的结论叫真理 某个结论是不是真理 不归张三说了算 也不归李四说了算 要看是否符合约定的一席连离 对谁 都一样 科学诞生了 真理面前 人人平等